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Kevin from Crypto MI 今天集中我会教你们如何画 support and resistance support and resistance 其实是一个很basic的knowledge 你们可以知道 during你们可以analyze这个市场里面 首先 我的前面是有binance的chart 如果你们未有binance的account 稍后我会放一个link below 你们可以按这个link里面去做一个registration 可以开一个account and after你们开了account 你们会看到这个chart 当你开了这个chart 左边这里有很多tools 你们可以用来analyze market 特别是这个line 今天我会教你们如何用horizont line 找出你们的support and resistance 所以当你按下去的时候 你按horizont line 你们会看到 如果我按左边的mouse 我按下去 它会放一条线在这里 这个线我会画粗一点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 所以我先放一条线 我会怎么画呢 首先其实很简单的 怎样简单的 首先我会画在这里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 现在价位在这个附近 其实我们的example 现在最后一个蜡烛 就是在这里了 and then 右边你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所以现在一个蜡烛 代表一天的时间 意思是说 这个蜡烛里面 是有24小时的 过多24小时 它会形成一个新的蜡烛 所以这个是叫daily chart OK as a trader 你可以知道 发生什么事 是不是 所以 你可以怎么画呢 首先 你按这个line chart 你画在这个附近的 最高的价钱 最低的价钱 首先 你会画在这里 因为这里是最高的价钱 这个是蜡烛的 所谓的尾 它的身体 所以这个一个尾 两个尾 三个尾 四个尾 五个尾 六个尾 你画在一个尾 上面 所以这里是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尾 碰到 你画一条线 简单点来说 如果可以的 总之 有三个尾 身体碰到的地方 你可以画一条线 对 一个 两个 三个 你可以画一条线 因为你知道 这里是一个很强的 resistant line 上面是resistant line 下面是support 其实什么是support 和resistant呢 support和resistant 简单来说 我给一个例子 好像我买电话 我买一个iPhone20 iPhone20 新生出是3000元 可能3000元在这个价位 iPhone20一出的时候 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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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在Apple Store里 你也是卖不到电话 你可以跟别人买 你Apple Store 是不能卖的 是3000元 所以 这个demand很高 时呢 在supplier你少 是吧 因为没有人 卖给你了 Apple Store都没有货 顾客才有货 他们买 一个个位 所以他们炒价 那些价钱 例如 iPhone3000 到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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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50000 然后那些购买 会觉得 哎!值得卖 五千元 都可以值得卖 因为都没有货 所以我五千元都去买 买买买买 上到要6千了 那些购买 那些购买 6千元 for一个iPhone20 都很贵了吧 都不卖了 明明不买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呢 意思是 明明那些 那些卖 买6千元的时候 for一个iPhone20 那些buyer 都不卖了 不卖了 买买的时候 supply 越来越多 年晚越来越少 所以卖可以怎么样 卖就是 卖便宜价 比如开始跌价 6千元跌到5000 4千 3千 3千 2千 跌到bias 可以afford到的价钱 然后 他跌到一个价位 bias 会觉得 这个iPhone20 跌到2千元 我又觉得 好吃得买 ok 我在2千元买 那些人又开始 买回 2千元 当bias 开始买回 iPhone 在2千元的价位 然后 sellers 会觉得 可以放更高的价钱 我又放回 2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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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千元 到6千元的时候 你会觉得 太贵了 bias 开始不会卖 然后 demand越来越少 supply 越来越多 所以 sellers 又开始卖在一个便宜的价钱 所以 when supply and demand take place 你会看到 这个chart 会开始 一个support resistant bias 会卖在哪里 and then sellers 所以 所以 刚才我说的 如果有三个蜡烛 碰到 你可以画一条线 那里 因为那里是一个很strong的 所谓的 resistant line 下面也是一样的 你也可以画一个 support line 那里 就是 这里 为什么我画在这里呢 是因为 第一 我看卡牌的价位 卡牌的价位 因为它上到 它上到这个价位 对 这里是所谓的 卡牌的 所谓的resistant line 所以 你可以画一次 两次 三次 然后 现在 这里也能够 一次 所以 这里也能够 四次 所以 你可以画一条线 在这里 如果我画一条线 你应该在这里附近 是吧 如果画更多 detail 这里也有一个 所谓的 support line 因为这里也有 所谓的 resistant 然后 破了 这里 然后 这里也有一个 support 所以 这里可以画一个 所谓的 support line 所以 什么意思呢 如果这个价钱 破了0.17 它会继续上 如果这个价钱 破了0.14 下去的 它会继续上 0.13 所以我们看一下 现在的价钱 破了0.148 所以 它会跌到0.13 多 是吧 它会上回0.13 多 然后 它会在这里浮起 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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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认识 背景 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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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会浮到一个 point,buyers or sellers will make a decision, ok? 所以它会浮到一个 price,去破上去啦 它一破上去的时候啦 意思是说,这个iPhone 其实不值6000价而已 我觉得它仍值高价钱啦 once它一破上去的时候啦 which is buyers take over, buyer 觉得这个iPhone 其实6000价是值得买的 所以,它会一破上去,它会继续上去, ok? 看到它继续上去, ok? 其实,before it make a big move to what upwards 它通常是一个mini retracement mini retracement 在一个市场里面其实是很平常的 所以,它会一个这样上去 上到这里啦,这里你可以画一条线 这里,你在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这里你可以画一条线 总之,有三个立即碰到,你可以画一条线 这里都可以,你可以开始画的啦 如果你画好你,可以这里拉下来啦 这个呢,其实你可以在卡牌的价位在这里 因为是不是? support resistance is based on history, ok? because history repeat by itself 那么,history是不会变的 你看到吗? 刚才我在present 画的啦 history 你看一看,都一样的 因为这里是一个support,这里是一个resistant 所以这里呢,也是一个support and resistance 我 zoom 回到头线那里 which is 在哪里? 在这里啦, ok? 所以,我会在这里浮一下啦 哎! 发一下发一下,又跑上去啦 dmars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人 卖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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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实,support and resistance 其实是很简单的 and last but not least 如果你们真的有困难的 你画这个support和resistant 你们可以用简单的方式来画的 我教你们怎么画的 现在我把所有核心的horizont的line 首先,如果你们有一个md chart 你们可以按这里 这个pairings 在右边有一个setting的 用来叫format 你一按下去的时候 在这里有所谓的style 这个style里面,你可以按line chart so what happens 一旦你按这个line chart 它会帮你输入那些5354的东西 所以你们会看到比较好看一点 所以你们画的比较舒服 其实你们可以怎么画呢? 就是我们放在这里,刚才的价格 一个两个三个尖角 你可以画一条线 所以这就是你的所谓的resistant line and then 这里下面你也可以画一条线 这里在附近一个两个三角 所以你们画的时候比较方便很多 是吧? 所以你们画完了 你们会觉得 这里 其实我放在这里附近 在这里附近 在这里附近 一个两个三个 或者一条线 所以你们画好了 你们再开一下 其实这一开回去 你们按这个format 开一下candle stick 你会觉得比较简单 对吧 刚才我用line chart来画 你们会看到比较准一点 我希望我一集帮到你们 这个support and resistance 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日子 记得帮我按个like share and subscribe so i will see you guys in the next episode and goodbye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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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